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就说哎呀你前世是什么来转世的 你前世是一条狗来转世的 你几辈子以前是我的老婆 就乱讲胡说八道 可是有的人就信以为真 所以这个佛法它不通的时候 它就很弥漫 很容易受骗 包括失去他的这个金钱 乃至于失去他的生命 因为他完全听命于邪魔外道 他没有能力分辨 说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没有能力的 有一个外道的通灵的 他专门唬人的 那有一次碰到我 他就跟我讲 他说惠律法师 说什么事 你旁边跟了两个 阴魂 就是说鬼魂 这一般人一听到就吓坏了 我很高兴 我跟他外道跟他讲说 你叫他们两个跟紧一点 你骗我 我骗谁啊 所以哦 这个没有政治正见哦 很容易情家荡产 在这个社会啊 恋财 骗色 层出不穷 而且死心塌地的说他是对的 没办法 这个就是福德因缘不具足啊 是不是 所以有个大学生 有个大学生 去看一个 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去看一个什么呢 看一个 学末外道的 这个学末外道的就跟他讲 说呀 你要跟我睡觉 就可以消灾 解难 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诶 这个读到大学生 李先生还没什么头脑 就跟他真的认识了 就是啊 后来他妈妈发现的不对劲 把他抓回来 后来就告 就告上法庭了 你看他这么好骗啊 所以哦 现在李仲 我要告诉你哈 如果哪一个告诉你说 你这他前世的老婆 你还要跟他睡觉 才能消灾解难 你就跟他讲免了 没这回事 千万不要上当 我们这样诚心的呼吁 大家就是要有正知 要有正见 要有正念 要以佛的知见 千万不要被骗得团团转 勤家荡产 还不打紧 还得舍惜生命 还不能得到解脱呢 如果舍掉生命 能得到正法的解脱 牺牲这个生命 还有价值呢 什么通通没有 还不能解脱 人这一年 这一年 就会撮起来 还能有相当